嗯 好好吃 完全不輸給麥當勞的那個肉排的感覺 今天的豆腐料理實在讓我太驚豔了 實在是太好吃了 開心享受 享受人生 哈囉 又到了營養阿翔吃的時間囉 不知道呢 大家有沒有過一種經驗 當你在吃那某樣高熱量食物的時候 你常常想說 欸 如果這個食材呢 有沒有更低熱量的食材 可以來去取代它呢 像是某天我突然很想吃那個日式的漢堡排 我決定自己動手來做一做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做一個 低熱量版本的一個漢堡排 後來在網路上看到一個很聰明的改的 就是改用豆腐 而豆腐漢堡排呢 主要就是減少我們絞肉的一個比例 用豆腐來取代它之外呢 還可以增加口感 其實說到了減肥吃什麼呢 豆腐是很多人的首要想到的一個食材 豆腐的熱量低呢 所以很適合用來做各種的一個減肥料理 它可以補充蛋白質呢 還可以增加我們的飽足感 所以低GI的失誤 可以穩定食堂 不易波動 而且那是用黃豆製成的 我之前在蛋白質攻略的影片中就有提到 黃豆是很好的一個蛋白質的攝取來源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減脂 尤其是吃素的人 豆腐呢是個很推薦的選項 當然選對豆腐的種類跟料理的方式也很重要 盡量呢不要選加工製品的 像是百葉豆腐、冬豆腐 也盡量呢不要用油炸的來做料理 豆腐呢也真的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減脂好物 以嫩豆腐來講呢 100克的熱量呢只有51大卡 蛋白質呢也有409克 一般的傳統版豆腐的熱量稍微高一點點 100克呢大約是87大卡 還有更多的蛋白質呢有8.5公克 其他呢附有Omega3啊 或者是鈣啊、鐵啊、梅啊、鈴啊這些營養元素 日本呢跟韓國呢也正在很流行 各種豆腐的一個減肥法 像是用豆腐呢做的各種不同的料理 把它料理成三餐 不過呢我不是很建議這樣子吃 因為這種某某食物的減肥法呢 有點太偏激的 因為要你呢長期減脂 都吃一樣的東西 這樣不是你很痛苦嗎 減肥呢不是說你只能吃 一到兩種的一個食物 你要學會呢正確的飲食的觀念 了解的什麼叫做熱量吃吃 有很多的選項都可以讓你去做選擇 如果你想知道減脂呢怎麼吃的多呢 也可以變瘦 歡迎在下方的資訊欄點擊我們的連結 可以報名一下我們的線上講座 這樣高效燃脂計畫 教你所有的核心的減肥技巧跟概念 包括蛋白質怎麼吃 要吃多少運動後怎麼吃 這些滿滿的乾貨內容 都在連結裡面 收穫絕對比你想像來的多 所以比起減脂呢長期都只吃一樣的一個食物 認為呢更好的做法是 將原本高熱量呢 可能是減脂不太適合吃的料理 用其他像是比較低熱量的豆腐來去取代它 所以今天呢我們來挑選三個來挑戰 一樣都是用豆腐來去做挑戰的 不得不說呢現在大家真的都很厲害 可以想到很多替代的食物呢 去減低料理的熱量 而這些呢是為了達到減脂的 同時我們還可以享受美食 所以我也很好奇這些改良版真的會好吃嗎 今天就要來幫大家驗證看看 第一個呢要挑戰的就是我們的豆腐的漢堡肉 它是日本的一個叫做料理研究家的一個頻道 有兩位專業的料理人員呢 他們有出很多的一個料理食譜 YouTube上也有很多日式的美食影片可以參考 像外面賣的那種豬肉漢堡 100公克呢就大約240大海 所以它將豬絞肉肉量的減半 改用豆腐作為原料 熱量呢自然而然相對降低了很多 而第二個影片呢是一個日本的家庭的主婦 叫你用4個食材 不僅不用開火就可以做出低熱量的豆腐甜甜圈 像傳統的甜甜圈好了 我們舉例一下 100公克就有430大海 那這些呢如果改用豆腐渣呢 來做混合一些鬆餅粉 不用油炸 而是放去直接烤箱裡 簡簡單單15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而且還可以降低超多的肉量 第三個呢是一個豆腐做成的提拉米蘇 喔這個我真的超級期待 因為外面一般提拉米蘇100公克 310大海 通常裡面會加一個叫做Mascapo起司 還有裡面還有砂糖啊 蛋黃啊去製成的 雖然說加糖是難以避免的 但如果你把它改成豆腐來去提代 熱量一定會降低非常多 那我們就趕快來挑戰吧 這個漢堡排的做法 大家看啊哇好像很多東西 其實呢它還是蠻簡單的 首先呢我們要準備的是 我們的洋蔥豆腐 還有我們的絞肉 以及呢雞蛋一顆 首先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洋蔥呢 跟我們的奶油呢 可以把它混合在一起 它可以讓它提味 放進尾部尾部一下 讓它味道呢給它吃進去 接下來呢我們用豆腐半盒 大概150公克 肉呢也是150公克 然後呢把它混合攪拌均勻 再加入我們的洋蔥雞蛋 混合跟我們的麵包粉 大概是5湯匙 大約60到75克左右的那個份量 接下來呢再用一點點的蒜 整體來講它是在調味用的 為了讓我們的漢堡排 味道更好的 加入我們的鹽巴 肉豆腐 還有我們的黑胡椒 跟一點點的鮮味粉 那再來是我們的壽司的部分 壽司的話我覺得一等而已 你可以看看你喜歡用什麼樣的方式 但我覺得我們只要用醬油 跟味醂結合 就非常的好了 我們準備開始 首先呢我們先把150公克的絞肉呢 倒進碗裡 撒點鹽 一些肉豆蔻 還有黑胡椒粉 之後呢 加入2-3分之2的高湯粉進去 絞肉泥 然後把它捏捏混一混 接下來呢 加入150公克的嫩豆腐 再打一顆生蛋進去 也是用手來捏捏來 密使混合均勻 接著呢 倒入5湯匙的麵包粉 就可以呢 繼續使出龍抓手把食材的全部 攪拌在一塊兒 抓得差不多呢 肉的黏性出來之後 就可以塑形了 以這個量呢 大概也可以抓出 大概3個手掌大小的漢堡牌 我們就可以來開始煎肉 平底鍋呢 加點油 把3個肉排呢 一次全部放下去煎 煎個幾分鐘 再翻個面 看到煎得恰恰金黃絲的樣子就對了 聞起來呢 很香 跟外面賣的漢堡牌 根本沒有什麼樣樣 轉著小火 再將鍋蓋讓它燜個幾分鐘 這個側面看起來 非常獨自的樣子 再來看一下肉有沒有來均勻上色 兩面都煎熟的時候就可以起鍋了 接著我們就用害怕把煎出來的油呢 來當做醬子 加個2湯匙的醬油 2湯匙味醃 依照你們個人的喜好 加點米酒跟蒜末 加熱一下子就可以起鍋囉 淋在我們的動物排上 就完成囉 完美 第二個呢 甜甜圈呢 哇做法真的是超級簡單 我們呢只需要這個豆腐 我們去那個超商買了四分之一盒就好 因為我們今天量做的比較少 鬆餅粉呢 90克 然後再來呢 你用一點點的鮮奶油 量可以稍微自己蒸著裝一下 再雞蛋一顆 接下來把全部的食材 混合在一起 放進一個袋子裡 然後呢 剪一個小洞 擠成你想要的甜甜圈的大小 放進烤箱去玩 首先我們先準備一個不要太小的塑膠袋 將75克的鬆餅粉 還有75克的嫩豆腐 加進去捏一捏 大致均勻混合一下 依照這個比例呢 大家可以選擇多一點 或者減半都可以 再打一顆生金蛋進去捏一捏 最後呢 把加熱完了10克的奶油 或者橄欖油也都可以 倒入透明袋中 把全部攪拌混合均勻之後 再用剪刀將帶著的某一角 剪個洞 這樣呢 就可以像是做甜點的擠花袋一樣的 解數一個個呢 像甜甜圈的形狀 鋪好在烘焙子的烤盤上 有買甜甜圈的模型也可以 不過我認為呢 用塑膠袋剪凍這個方式最方便 我們這次呢 做了減量呢 可以烤出3個大的左右的甜甜圈 接著呢 放入烤箱調170度C 加了20分鐘 用豆腐做的甜甜圈就完成囉 再來呢 是我們的提拉米蘇 如果做甜點呢 你當然要有多層吃 所以我們第一層呢 這個提拉米蘇的咖啡基底 所以我們只要讓我們的 其中咖啡粉加熱水 然後你和開來 然後再放入我們的麥片當中呢 來攪拌均勻 當成我們第一層的基底 第二層呢這個原料呢 主要就是我們的豆腐 將我們的豆腐呢 只要把它攪拌均勻打順 加4湯匙的砂糖 把它去調味 然後再1小匙的香草精 讓整體的味道出來 就可以鋪定第二層 放入冰箱當中 冷藏4個小時 等它凝固而成 再撒上巧克力粉 鋪定 就完成了 用2茶匙的樹溶咖啡粉 加2湯匙的熱水 攪拌開來 倒進去燕麥裡 讓它浸泡一下 入味一點 再來我們 加一整合300克的嫩豆腐 加進攪拌機裡 再加入4湯匙的砂糖 1茶匙的香草精 接著把它們攪拌成泥狀 沒有錯 我們的外用調理機又出來了 其中2、3下子 變成很稠的液體狀 完成之後 我們可以拿杯子 把剛剛泡好的咖啡燕麥 鋪在最底下 放到杯子裡 壓一壓 壓實一點 再來呢 就可以把打好的豆腐 倒進杯裡 我很急訝 一整盒的豆腐 倒出來就居然 剛剛好一杯呀 接下來呢 把它放進冷藏 4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囉 完成後 改變撒上可可粉 依照各的喜好 可加可不加喔 你真的想像不到 這三道料理 全部進來它的基底 是用我們的嫩豆腐 給它做出來 甜甜圈 漢堡排 連甜點 提拉美術都給它做出來了 那好不好吃呢 等一下我們就知道了 好 準備來試吃 這個甜甜圈啊 哇 我覺得看起來比較像是那個 砂布爾的軟心餅乾的感覺 然後豆乳的香氣非常的濃郁 是好吃的 可是你不會有甜甜圈的口感 我在餐應該是沒有加那個什麼 蓬鬆粉之類的一些東西 所以它沒有辦法膨脹 它吃起來非常的水嫩 而且它不知道為什麼 有個奶油香耶 它沒有那個吃一塊豆腐味道 但是有像是那種 豆乳香 哦哦 嗯 欸 我覺得可以 很香耶 是肉的香氣 不是那種豆腐紮的味道 超好吃 完全不輸給麥當勞的那個肉排的感覺 而且我們味道調得很好耶 它是濃郁好吃 這個感覺就像什麼 我們用豆腐去替代那個 本身肉的那個體積 可是呢 它又不會讓你的味道給稀釋掉 你就像在吃漢堡排 可是呢 裡面有豆腐會軟嫩 然後還有洋蔥的香氣 所以你在吃起來呢 整體的味道呢 裡面是水嫩好吃的 然後還有肉排的一個嚼勁 可以去咬 加上那洋蔥 我覺得是很精華的重點 真的很好吃 哇 這道真的是 太讚了 其實這道已經堅持絕了 你就可以吃了 那如果想把熱量壓得更低 你就把豬絞肉換成雞絞肉 這樣子是一個更好的方式 然後你其中中間的奶油 再用少一點點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它直接取名為叫做 豆乳提拉米蘇 完全無為合 它裡面吃起來的口感 非常的軟嫩 而且呢 它不會有那種 我們去外面吃提拉米蘇 那個蛋糕甜 軟軟爛爛的有沒有 但那個集中咖啡粉 我們就可以再少一點 它只要有那個咖啡粉的香氣就可以了 它吃起來是不為合的 而且那個燕麥香加上咖啡的香甜味 很好吃 就差了它的一個缺點就是它沒有起司 因為它完全沒有加起司 可是它吃起來味道 真的不輸給外面做的提拉米蘇 哇這個好棒喔 這真的很讚 今天的豆腐料理實在讓我太驚豔了 實在是太好吃了 而且你知道我最開心的是什麼 就是我一直提倡大家 可能要多吃蛋白質的食物 讓我們補充蛋白質 這樣我們的整個在增進減脂上會更順利 比對於體力也會比較好 那今天的食材本身呢 用的就是豆腐 很多素食者呢 他們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他沒辦法吃蛋白質 他沒辦法吃肉 豆腐就是你們很好補充蛋白質一個來源的 再加上呢 我們用豆腐把它變成這麼好吃的料理 你們回去一定要跟著去做做看 這其實真的不做實在是太可惜了 那這好吃指數呢 甜甜圈呢 我只給他三顆心而已 因為畢竟呢 我覺得他還有很多的進步空間 他們有說真的做起來 哇太厲害了 可以取在外面 沒有 那這漢堡排跟這個提拉米蘇 perfect 滿分 真的好吃 你今天去做一次跟著我試試看 有出錯的話 tag我讓我知道一下 讓我知道一下 到底是錯在哪裡 好不好 如果好吃也麻煩你tag我們一下 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這個料理影片對於你來講 真的是很有幫助的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在對方底下留言告訴我一下 你今天有沒有學到什麼東西 有沒有什麼反饋 可以讓我們知道一下 那減脂呢 最重要的就是 達到我們的熱量赤字 那如何呢 在達到熱量赤字的同時呢 還可以選擇健康的食材 這就是我們比較重要的重點 想學習這個觀念的話 可以點擊下方的資訊欄的連結 就可以馬上上課囉 只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掰掰